殲-20现身南沙岛礁 有一项性能让美国是羡慕不已 大家好,我是施涛 最近美国国防部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 在听证会作证的时候就说 中国已经把殲-20战斗机部署到了咱们的南沙岛礁上 那么咱们自然不去证实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但是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来看 确实解放军已经开始了殲-20的作战部队 向南沙岛礁轮训部署的这么一个训练 那么之前其实我们包括了殲-11 包括殲-16包括殲-10等等战机 也进行过类似的岛礁部署的这么一个训练 那么殲-20走出这一步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我们要说殲-20目前来看 不太可能长期驻扎在南沙的岛礁上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岛礁 它的维护能力、保养能力 包括它的战略纵深都有限 那么殲-20毕竟还是咱们的一些新锐战机 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保密措施 二方面殲-20现在已有的性能 已经能够覆盖咱们南沙海空域巡逻的需要 不见得一定需要长期驻扎在风险比较高 在南沙岛礁上 三方面就是跟咱们的军改是有关的 那么在军改以后 海军航空兵部队除了保留航母舰载机的作战飞机之外 其他的陆上的这些战斗的飞机只保留 包括预警机、加油机、陨输机还有反潜机等等 这些的固定翼飞机 像海军的这些战斗机也已经开始向空军部队划转 那么因此 歼20未来可能很大概率它不会装备海军航空兵 那么也就不会在海军所属的这些岛礁上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了 不过在这一次美国人透露出来的歼20现身南沙的过程中 歼20是结结实实的给美国人展示了一把先进的性能 那就是歼20非常高的可维护性和可靠性 那么早在歼20还在试飞过程的时候 大家就曾经惊喜的发现在中国的这个道成雅丁机场 那是一个非常高高原的机场 海拔非常的高 在这个机场里面人们就发现了 用一架用塑料布给裹起来的这个歼20 那是当时呢歼20试飞飞到了道成雅丁机场 也没有进到什么金贵的机库里面 就在停机坪拿这个塑料布一裹 风吹雨淋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呢恰恰展现出来了歼20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 就是它的这个隐身涂料啊 它有非常好的可维护性 那么大家看到现在接收歼20的这些主战部队啊 他们也没有专门为歼20修建什么带空调的这些啊 保养的设施 而是啊就在一些普通的这个机棚里面进行这个维护 这也证明了歼20它的维护工作 它的工作量相对是比较小的 相比之下美国的F22啊还有包括F35 大家都能看到啊 这个表面的涂层啊已经出现了斑驳啊 甚至有点像生锈一样的这个情况 这也是两国在这个表面涂层技术上 有出现代差的这么一个体现 那么美国使用的 还是以铁阳体为主的这个锡波材料 而中国在歼20上已经实践部署了以超材料为基础的咱们的 复合的锡波材料 整个的性能和可维护性 那甩出去这个F22和F35那是一条长安阶 另外就是 铁20在这样的部署中呢 也向外界展现出自己结构上的一个强悍的能力 包括了这个结构的坚实性 以及呢 包括了结构上能够有一定的防炎 防锈石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 部署在海岛上和军舰上的飞机啊 由于长期社会的这个海风的吹拂啊 海风里面含的这个高的盐分 会对机体产生很大的腐蚀性 而歼20能够部署到咱们的这个啊 岛礁的前线 并且呢 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改装 这也说明了歼20在整个结构上啊 也是具有很好的冗余性的啊 防腐性非常好 那么综合起来看歼20呢 这一个啊 可维护性能呢 是到达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那这一点是让现在被这个F22和F35的 可维护性所困扰的美军 羡慕不已的一点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办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知识 咱们下期再见